招魂的铃声在海风中回荡 训职中卫罗上化的家属 23号下午前往屏东海边招魂 罗爸爸罗妈妈双手喝湿泪流满面 深情憔悴终于要带儿子回家了 新婚妻子双眼哭到红重 走路都要有旁人搀扶 今年才26岁的训职飞官中卫罗上化 时常在恋书上朽恩爱 这个月5号才刚新婚 短短不到一个月却不幸训职 留下怀有两个月生孕的妻子 老婆挺着运渡赶到台东 却只盼到一句冰冷遗体 事发后妻子在IG上发文 说老公我好想你 小玉米也好想爸爸 我知道你怕我一个人撑不住 所以留了礼物要我坚强 我知道你还在 你化成一只鹅来陪我一晚 但还有很多个夜晚也要你陪 扑出儿子还了歌唱的影片 罗爸爸在脸书悼念 希望儿子在云端要看守住 他捍卫的江土海阔天空 而目前失踪的上尉潘颖 同样也是新婚 去年10月才刚完婚 在脸书上写下六字宣言 做自己爱老婆 2月又迎接儿子诞生 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 现在却一戏变了掉 我们现在就是还在好希望找他的人 等于我们还没找到人之前都希望 对 因为国防部要照顾关闭 对不对 那照顾关闭以后 照顾不到 这个这种状况 我当我个人 我觉得是很大欠意 不长致欠 但欠意却换不回人命 去年尚未主管盟驾驶F51 战机殉职 遗伤至今也难以释怀 他在IG上PO出抱着女儿 望向丈夫失试海域的照片 写道日子一天一天过 不敢细数我们多久没见 是不是走完这段最绝望的路 你就会在镜头等着我们 飞官纵然离世 孩子从强暴中也学会站立 朱太太说少了你什么都难了一点 不过女儿看到主管盟的照片 还会撒娇喊一句爸爸 字字句句令人逼酸 空军飞官翱翔空中捍卫家园 摔飞机背后却是一个个家庭破碎 国防部如果要真的承诺照顾袍则 又怎么会让类似悲剧一再重演 记得潘志贤六姐家 赵沛与台东花莲综合报道